好 講過中國對美國的認知作戰這一塊 到底抖音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蠻多人在討論的 美國在對中的抗衡之間 其實一直討論到抖音這個角色 要進不要進 川普已經表態了說不要 那拜登現在呢 應該這樣講 這跟川普拜登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上禮拜最大序 美國眾議院352比65 壓倒性通過法案 這個法案他不是進抖音的 他說抖音如果沒有中資 我就讓你 你如果有中資我就不讓你 那等於是要他的命嘛 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原則上 這個法案其實就叫進抖音法案 那這個東西已經不是 川普拜登的問題了 你的352比65 表示民主黨跟共和黨 有高度共識 絕大多數的美國的眾議員 民主黨 共和黨 都認為要進抖音嘛 這是一大塊 那這個表決過程中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抖音就是TITR TITR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TITR其實也知道說 美國要處理這件事 所以他在華府的時候 非常大的遊說團體 去遊說每個眾議員跟參議員 而且砸的資金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眾議員為了要讓這個過期 用很多怪招 拜登一起都加入在裡面 怎麼樣呢 因為那時候遊說團體 開始遊說的時候 拜登熊熊在上個月 開了抖音帳號 拜登開了抖音帳號之後 那些抖音在美國的高台上 問啦 問啦 拜登都開抖音帳號 不會進 不會進 馬上飛回新加坡跟新加坡總部報告 說沒問題 搞定了 拜登都開了 看起來選錢是不會動的 結果一麻痺完之後 馬上忽然閃電提案 閃電投票 352比65 那進抖音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抖音高層共產黨身分 當然 抖音是百分之百 中國控制的企業 所以這個東西是毋庸置言 第二個 中國可以存取用戶數據 數據並非全部在新加坡跟美國 抖音其實已經被發現 也被確定 你只要下載抖音 你的手機裡面是有後門程式的 你的所有行為都會往後門傳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能被接受 第三個 抖音從數據 鎖定美國政府成員 記者 工作人物 散播特定人物 這我也特別研究過 就是說在抖音上 之前在選舉的過程中 也有發現在抖音裡面 特定陣營的政治人物的 觸及率特別好 或是罵特定政治人物的觸及率 也特別好 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偏頗的場域 這背後有大數據 這背後有大數據 所以當然要去進 這是一塊 目前來說 大家都問台灣要不要跟進 對不對 因為台灣坦白講 我覺得台灣的風險是在於是 我們在國會投票 投不贏 對不對 國會的很多委員 都是抖音的愛好者 羅志強 侯夢凱 都有開抖音的 而且爽用抖音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投票是很難投贏 可是世界各國這個氛圍 慢慢形成了 除了美國之外 義大利現在先發抖音 1000萬欧 1000萬欧就3.5億台幣 為什麼說什麼有效控管影片 未成年等等一大堆 所以現在慢慢有那種全面開始進抖音的 可是中國國民黨不是最喜歡拿先進國家做的例子 先進國家都不在一起投票 對不對 那如果先進國家都進抖音的話 國民黨就昏倒了 國民黨就昏倒了嘛 對 國民黨就昏倒了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 印度進抖音是進得最快的 我覺得這沒話說 好 那為什麼抖音對我們來說很嚴重呢 其實某種程度除了政治層面 它會傷害小朋友 抖音一想父母白養 不是講真的 比如我們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是國外抖音在流行 叫做捏臉挑戰 大家就自拍 自拍然後捏自己的臉 你看我們看這個畫面 就是捏越紅捏越腫 你就會獲得越多的讚 你在同儕之間就越勇 因為抖音有很多很多挑戰 這個挑戰叫做吸噴劑挑戰 這個噴劑對他們來說是越毒我就越勇 吸髮膠的時候不夠毒 對啊 那個越毒的我越勇 那個什麼殺蟲劑什麼什麼的 結果英國有個男童 就參加這個吸噴劑挑戰 當場死亡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這個也更誇張 這是抖音的跳船挑戰 我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跳船挑戰就是說 挑戰的在船開高速的時候 你往下跳 其實這非常非常危險 就是說其實我曾經有在 大家不要覺得說 不就是海嗎 電影也都很英勇 跳個海會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這非常非常危險的原因 其實水是非常非常硬的 我曾經嘗試從兩層樓往下跳 就是在船上面 第二層就大概兩層樓的距離 也沒有一層半的距離 往下跳 我胸口碰到水 我是差點不能呼吸 就是很痛 而且你很夠高 對 而且我那船還是靜止的 他們是快艇然後往下跳 有半年內有四個死亡 甚至還有當場斷脖子的 而且你去看抖音 各式看到什麼什麼爬樓梯 什麼跳高樓 一大堆的莫名其妙 所以行政院在關注 美國國會立法進入 在討論是否要進抖音平台 所以抖音除了會所謂的 政治上的干擾之外 還會殘害我們下一代 甚至有研究指出 看抖音其實會跟吸毒都會一樣 產生腦內的多巴胺 你會變成抖音腦 你的注意力小朋友 會越來越不集中 然後越來越分散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好 再來看看中國間諜 最近中國的女間諜正式曝光了 她叫做芳芳 最近她跟胡錫進見面 一個是大總編輯 兩個人談些什麼呢 瑞德 沒錯 最好玩的是胡錫進的 環球時報總編輯都已經退休了 結果芳芳竟然跟胡錫進 一起進行一個深度的聊天訪談 芳芳為什麼要這樣聊天訪談 她就是要反擊有關於這個包括華人世界 包括美國說她是女間諜的事 還說她要色誘這個有關於美國的聯邦眾議員 當時大家都看好了斯沃爾 斯沃爾是當時美國 那麼這個等於說民主黨的眾議員 而且當時那麼是讓川普非常生氣的一個 等於說年輕有為 後續可期的一個民意代表 結果當時就傳出這個 等於說芳芳跟她太過接近 而且還幫她在華人世界裡面募款 募款了以後兩個人之間到底怎麼樣 不知道 可是那麼美國這邊的相關的這個報導 那麼就傳出芳芳可能是中國女間諜的故事 而且是有計畫來接近 這個斯沃爾這一位年輕的這個眾議員 芳芳她跑出來跟這個胡錫進 對話就是說我要說清楚 我不是女間諜 我也沒有要射用 剛好相反 是什麼 是我在一個因緣際會的這個機會 來到了美國 然後認識了這個斯沃爾這個眾議員 那大家因為擴展人脈 然後兩邊的友情的交情也不錯 所以後來我就在華人世界裡面 有機會就幫他募款等等 來協助這個好朋友 一切的事情都是這樣 2015年的那個時候 結果沒想到有兩個美國的情治單位 不約而同的衝進去他家 然後緊接著來先後要求他幹什麼 要做美國的間諜 你聽清楚 他說要做美國的間諜 這個情節有點像是007電影 還怎麼樣才有可能發生的 他說要求他做美國的間諜 他說我不是間諜 反而是美國逼我做間諜 要求我做間諜 然後做間諜的以後 當然條件是不是去射誘誰誰誰 這樣不知道 給他100萬美金 然後還有讓他可以在美國公民的身分 結果因為他拒絕 為什麼 他有敘述說 因為我愛我的祖國 所以我不會接受這樣的事情 不管對方怎麼 這個威逼利誘 對方還繞狠話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 有可能 譯書的公平 你好看就對了 那你在這邊沒有辦法生存 他怎麼樣 他說他在勇敢的拒絕後的第三天 那麼獨自一人逃出美國 買了飛機票 飛到了中國來 以後所有的事情 都是人家 這個美國的情資單位 要抹黃他 抹黑他 搞他說像間諜一樣 然後從此以後 他就這個銷聲匿跡 躲在中國 深圳這個地方 他現在是中國深圳的 一家網路公司 不用我們吐槽他 中國小粉紅就吐槽了 真的 中國小粉紅吐槽說 他不是設立這個人設 那麼愛去美國 如果你這個等於說 那麼痛恨美國人 那麼喜歡祖國 那你的孩子 為什麼要讀美國學校 然後為什麼 在這件事情出來的時候 不斷的這樣 反而沸沸揚揚的說 你不那時候就跳出來 直接指控就好了 你直接把他打回去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等到 現在還說人家講這種話嗎 誰能相信你啊 而且最主要跟他讀的 這個相關的學校有關係 他所讀的這個北京 這些國際學校 事實上 事實上 中共就是有計畫的 在培訓他相關的間諜 說要拍電話就是這樣 裡面有很多的 培訓出去的 因為方芳 方芳 那麼這個號稱說 最愛惹祖國的方芳 他曾經去做了七年的空姐 然後借這個機會 會認識的很多外國的朋友 所以包括來自於 中國的學校朋友 自己說 其實你這個時候去講這個 誰相信啊 誰會相信你所說的話 該講的時候不講 然後該堅持的時候不堅持 這個時候突然間要洗白 自己相關的身份 還說是美國人叫你當間諜 誰會相信啊 他也是美國人叫他